ESEWh benutzen OP 那我想我們現在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以後 我們其實也想要知道 為了呼應108課槓的強調素養學習 促進學生自主思考等等這樣的一個目標 其實我也很好奇說 那教師端在教學上面是要如何去調整 我相信不只是學生面臨到新課綱的考驗跟挑戰 我相信對老師而言也是有不少的難題 想請莊老師分享一下 老師在這個108課綱上面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或者差異 以及怎麼樣去解決 這個我大概從老師端、學校端 跟整個課綱的理念的實踐端 這三個層面來說明 第一個就教室端來講 那只有一句話 真的是非常的精疲力盡 因為對於教高中現場老師來講 他自己的舊課綱的學科教學有大幅度的變化 他不可以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去上課 他必須要融入議題 然後進行跨領域教學 甚至他還要做一個助養導向的教學設計 那這方面的改變 其實就要耗費老師非常大的備課心力 那除此之外 在新課綱的我們剛剛講過 就總時數減少了 所以老師的各學科的授課時數是減少的 那變成老師他要教學的班級數就增多 那他要批閱的作業數也增多 除此之外 老師還要去支援校定必修跟多元選修 甚至於彈性學習的微課程設計 這些課程都是從無到有 對教學端的老師是非常非常艱辛的工作 所以老師面臨的工作不是加倍 而是三倍四倍五倍十倍的增加 那真的非常疲憊 那學校端來講 因為新課綱的上路有一點點倉促 配套的措施其實沒有很完備 那學校在執行這些選修課程的開設的時候 它有師志上的需求 有硬體跟軟體各項資源上的需求 所以它很難在開設這些課程的時候 很快就能夠一步到位 那其次呢在新課綱的理念部分 新課綱非常強調 重向的連貫跟橫向的整合 那這兩項呢就目前來講 也很難去實踐這樣的理想 我就舉重向的連貫來說 12年國民基準教育 國小階段有三個學習階段 國中一個學習階段 高中一個學習階段 每個學習階段在課綱裡面都有被規範 他應該要小孩子應該要學到的學習內容 跟他應該要具備的學習表現 可是我們知道課綱在執行的時候 他是小一國一高一同步實行的 所以那12年的課程 你就沒有辦法去展現它那個螺旋狀 加深加廣的系統性跟連貫性的一個理念出來 那大概要等六年 就是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進入國一中進入高中 這一個課綱的一個重向的連貫 才能夠有一個被實踐的循環 我相信所有事物在這個 太幻改變的過程一定都非常痛苦啦 那也很不容易 我們在剛剛已經聽到其實學生端 其實也需要花很大的時間來努力適應 那同時對老師而言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同時我自己作為一個公民 也作為一個阿宅 這個科技人 那其實我也有聽說在108課綱當中 也非常強調跨領域的教學 比如說在課程當中融入素養 或者結合科技的應用 或者您剛剛所提到的 可能科目跟科目之間的融合 想要來請教一下莊老師 就是您認為這個跨領域教學 在這個108課綱當中 去做到這樣的一個設計 或者一個目標 這個目的是什麼 是不是真的可以達到 他本來想要做到的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跨領域的教學 應該是當下或未來的一個 教學的必然趨勢啦 因為他也不是台灣首創的 因為像我們就知道在歐洲 尤其是北歐 像芬蘭這些國家 他們其實在二三十年前 就已經在從事這個跨領域的 一個教學的一個實踐 那我在十多年前也曾經到中國大陸去參訪過很多的學校 我知道北京的某些實驗中學 他們其實在十幾年前就也已經在嘗試做跨領域教學 那因為我們的孩子未來要面對的現當代社會 他的各項議題 比如說饑荒跟糧食 比如說政治跟經濟 比如說天后跟那個能源 這些種種種種的議題 都沒有辦法靠單一學科的知識就可以去應對 他被學孩子們遭受的這些未來的社會會產生的問題 他需要去結合各領域各個學科的觀點 融會貫通然後多方面的思考 才能夠去找出一個比較周延的解決方案 所以這就是跨領域教學必須要拿入課綱的一個目的 所以其實目的很清楚啦 就是我們未來所面臨到的世界其實很不一樣 跟我們過去只是很明確的說 我想要有這個夠多的食物可以吃 或者是等等這些非常非常單一性的目標已經有點不一樣 我們面臨到的是氣候的變遷 我們面臨到的是各式各樣的一個狀態 政治經濟等等 所以其實這都是混合了非常多的學科才有辦法了解